因为我通常也是那种爱恨分明 要跟你拼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怕 可是那我最怕的是 你拿什么跟他回砍 没有 我后来真的跟他道歉为什么 因为他刀子拿出来的时候 那刀是生锈的 就是现代的人 你说一般的家庭 就是你要找那种生锈的菜刀 还连续两把都是 应该很困难 你知道说 就是家庭真的是不是那么好 就连生锈的菜刀都还在用 然后还要拿出来跟我对杀 我们准备一个小礼物 我们彼此小小的交换 然后大家一起过节 就这样很开心 然后那天就是大家一起 就是开心的吃东西的时候 他就说那我们来交换礼物 然后我想说 大家都在场 我想说那OK这样 我就拿出来 然后他就说那先 他先拆 就叫我先拆他的 然后一拆开我就傻眼 是一个上万元的包包 上万元 就是已经破大概有一到两万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怎么办 那你送什么 我送一个一千块的皮革钥匙券 就是我可能真的会精打细算 然后比如说我要买一个蓝牙耳机 我那时候去做了差不多半年的研究 哪一个蓝牙耳机最好 都过去了 为什么不夸张 马云说什么 什么 你研究了三分钟就买完了 对 因为那时候蓝牙耳机很新 我在研究什么蓝牙3.0 蓝牙5.0 六个月后终于找到了 然后我就买了 蓝牙耳机不错 会上网订一订 隔天Apple会寄到